刚刚过完年回到家 跟大家讲讲关于楼的东西 今年的过年期间 香港的十大屋苑是零成交 有些人就说很夸张香港玩完了 在我角度就不认同 我觉得其实都蛮搞笑的 零成交只是一个趋势 迪士说我们知道 近年尾的确少了人去买楼或者看楼 都很正常 而且现在的买家过来看楼 真的是过来看楼 不是过来买楼 他们谈价的意义很高 尤其现在是限市 有句说话就是零买当铁 很多人都在观望 觉得楼价格会跌 包括我 我也觉得楼价格会跌 但跌到多久 不会见到楼价格 我自己预计 跌多大概5-10% 应该尽量 如果再跌就应该死得人 我觉得没那么离谱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的原因 就是香港的楼市是开放给全世界 香港人有炒 内地人有炒 外国人都有炒 之前就因为30%的卖家饮花税 他们去找货其实挺困难 因为他们可以买一些公司货 但是上年就政府把买家饮花税 在他们的角度变成15% 所以在他们的角度变得吸引了 对比新加坡的60%更加吸引 而且香港的楼价是跌了一个幅度 租金仍然是坚挺 甚至是有上升的趋势 这件事是比楼市投资很利害的 因为人才计划 多了一群人来香港去买楼 而这一群人是不需要给买家饮花税 相对来说他们觉得递买 另一件事是整个农历年只有4天 基本上自己睡觉一天 探亲戚一天 拜年一天 剩下一天 你走去看楼 其实不是很多人愿意的 有人都忙着过年 忙着修路 忙着给七姑八扣 各种各样的亲戚 催分 讲你的工作 学业 除非农历年长一点 这么多活动 找一样去看楼 那就算了 但如果只有4天 结婚完 拜年 其实都没什么时间 不管是业主 或者是买家 有个代理跟你说 我上来和你们看楼 拜年好吗 因为我业主 我都会说不 这4天时间 我照顾自己也不够 我还要照顾你这群买家 要去买 另一样东西过年 会不会有个小阳春 可能性比较低 在我角度 小阳春出现的机会 不是有二手楼主导 反而是一手楼主导 尤其在二手市场 基本上都是 买家都是禁着业主去砌 如果业主不想折太多的话 可以算卖为租 这样去补自己 如果你真的缺钱 那卖了它也没办法 在一手楼主导的情况下 就看发展商 不懂拼 看会不会减价 益大家 发展商推出那些很红的盘 而有个价钱 很低 那就吸引一大群人 冲进去 到时就是人为的小阳春出来了 香港的发展商 其实挺适合的 就算放那些便宜的盘 都放在一些 比较偏远的地方 或者是新界那边的地方 九龙或者香港的市区 它减击 都仍然有个价 有些大人屋远的盘 如果你说是憧憬的话 就看一看 河民电 会开的浪源风 或者用了一百亿去投资 九龙湾的太风 还有新鸿基 会开启德的楼盘 启德跑道区的天晒海 这个应该是捉猛的 如果你说抄回天龙的价 看到维港烟白海 是两万八到三万多 新鸿基就通常都买那些贵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整个地区的新高 但是新鸿基真的有很多粉丝 看看它开什么价钱 新的一年 新的二 大家努力找多点 身体健康 拜拜